哇 这种做法又香又满味 绝了 那是肯定的 这碗菜结合了红烧猪脚和老醋猪脚的做法 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 猪脚的处理很重要 处理不好 有种怪味 先把烤过的猪脚泡在水里 用小刀给它面上刮一下 猪脚切坏 用老板花洗一下 跟冷水一起下锅 焯水 锅中水烧热时 加两片生姜 料酒 时间大 给它捞起来 用温水冲洗干净 锅烧热换油 换入冰糖 炒糖色 为什么要炒糖色呢 一来颜色好看 第二 猪脚会更Q糖 炒到这样就可以了 把猪脚沥干水分 直接换进去 换炒均匀 让它上色 加入酱油 蚝油 继续炒 让它更加的上色 现在可以倒入花雕酒 加入盐 换炒均匀 电环堡底下给它铺成葱 一两个增加香味 第二 缓止它胶底 把锅里烧好的猪脚 给它倒到电环堡里面 倒入盛醋 盖上盖子 要煮换键 好了 装入碗中 关注我 一天一道家常菜 和钱继续炒均匀